这个顾客留下负贫的理由真的是白白种 这个是在宜兰 有顾客因为这个塑胶袋破洞了 竟然到店家下头留了一心的负贫 这名女子其实7月的时候来到宜兰 这个肉跟面店点了外带 她就抱怨说老板装的塑胶袋破洞了 导致这个汤是撒了出来 她得要花时间来洗车 好 他还声称回头找老板理论的时候 老板的态度还非常差 所以就给了店家一心的负贫 不过店家就很不满 现在甚至亮出了监视器的画面来作证 他们怀疑根本就是这名女子 自己勾破了塑胶袋 弄脏了自己的车 竟然现在要赖给店家 气得是差点对顾客来提高 满满的蒜头 但是更呛人的不是蒜头 是客人的气头 一名女子7月初的中午 来到宜兰的肉根面店 说自己受了一肚子气 买了三碗蒜味肉根 拿回车上发现袋子破了 露的车子后座都是 还得花功夫洗车 老板认为是袋子被勾破 她上网大骂老板态度差劲 给了一心负贫 老板气不过 留言回击要提告她毁谤商誉 并且拿出监视器画面作证 女子从面摊提着装面的塑胶袋离开 没有异样 走到车子路上也没有留下汤汤水水 而且女子从前座上车 为何是面汤漏在后座呢 老板虽然重煮了一碗面给她 但是呢 留下了破掉的绿色塑胶袋 还自己清白 认为内外袋都在同一个地方破 很可能是被勾破的 我想说是我有问题吗 我看错我还问我老婆 我说很明显这个叫国破 我还其实看到破同一个洞内外 怎么可能 不过客人呢也亮出了照片 证明自己上车时地上有水渍 坚持是店家过错 让老板很无奈 冷静几天后呢 还是决定不提告 求个和气神采 华世信用华美博方请年 张正慧宜兰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 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